HELLO 大家好,我是AVY,任仁瑩 聖誕假期之後,港股在星期二、星期三都是比較偏淡 星期三全日恆節跌194點,收報23000點 其實2021年即將過去,回望2021年也是一個波動的一年 負面因素亦比較多,包括變種新冠病毒的出現 聯儲局的鷹派加息、中美關係的緊張 以及國家對於各行各業的監管是一個調整 由教育到互聯網,令各個板塊出現了較明顯的調整 令港股當然一度破底,而美股就不斷破頂 在這個情況下,動盪的投資環境 我相信很大程度上,2022年都會持續 即新的一年仍然是一場硬漲 既然要打這場硬漲,當然我們就預先做好功課 看看在這些空隙裡怎樣求存 其實來到2022年即將來想 很多基金經理都會感覺上有一個重新入市的異獄 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港股的估值較為外圍的吸引 另外,資金也逐漸消化了各項各業的負面消息 另外,對比在外圍情況下,國內的貨幣政策有機會放鬆 這也是一個相當利好的因素 既然港股有一個反彈的空間 自然有個別的主題值得關注 以一個投資主題來說 由於整體的資產在流動性有一個收窄 即是有一個加息的情況下 相信價值型的股票仍然會跑贏成長股 特別是價值型的股票也有一定的盈利水平支持 也有股息、防守性會較強 也會持續吸引資金的流入 另外,大家要留意 銀行股之前也有些市場覺得 是不是需要買入這些銀行股呢? 我自己覺得現時未必那麼快需要買入銀行股 畢竟都需要經濟大環境有一個穩定的情況下 其實銀行股才會有一個反彈的空間 這方面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在資產配置方面 其實大家都會有一個共識 就是隨著外圍情況加息 對一些債券的息率也會受到影響 所以大家都要留意 其實預期2022年 股票的表現 是有機會會跑贏 債市 另外,再配合 就是之前很多央行都是放水 債券本身的息口 變得不吸引 當貨幣政策逆轉或者央行 放風聲加息的時候 也會影響到債券的走勢會受到影響 至於如果一些朋友覺得想買一些基金 或者留意基金的話 我自己覺得在A股市場 可能會表現更加比港股好 原因是因為A股市場 受著中美角力的敏感度會較低 另外,相對受美國加息影響的因素 也會比較少 反過來,一些周期敏感性的敏感度會較高 而國內如果是貨幣政策有放鬆 相信對一些中小型的A股 會有一個較大的支持作用 帶動到A股的表現 可能會被港股優勝 我想這個都可以讓投資者注意一下 今集就說到這裡 下集或者下星期 我們再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對投資的看法 下星期見